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国华语新闻 我是主播王赫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 国台办主任王毅 在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 举行招待会 亲切会见了当地的侨胞 特别是台湾同胞的代表 并就两岸关系发表了讲话 首先我要代表 中共中央台办 主任台办 向大家表示谢意 向各位致以敬意 谢谢大家了 我想对于 大陆在目前两岸关系上的看法 可以用三个共同 来加以概括和说明 首先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 应该由两岸同胞 共同享有 王毅在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 应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 需要两岸同胞共同维护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未来 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开创 他说 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 所有中华儿女都有责任 也有义务发出共同的声音 表达共同的意愿 做出共同的努力 为巩固两岸关系 改善发展的政治基础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 尽自己一份心力 做出自己一份贡献 王毅的讲话 在参加招待会的桥界代表中 引发了强烈反响 一批与会人士在会后 连夜自发地聚在一起 唱谈听取王毅主任 讲话后的感想和体会 他们说 王毅主任在讲话中提出三个共同 这话讲得很有心意 非常好 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这是以人为本 在两岸关系上的体现 大陆在处理台海议题上 处处以两岸人民的利益 为第一考量 把两岸关系的前途 与中华民族的未来 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来对待 所以才能赢得 两岸主流民意的广泛认同 来自台湾的侨胞代表 郑克宏、徐冯远说 王毅指出 两岸关系的跌宕起伏 越来越与每位同胞的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越来越直接影响到 广大民众的安居乐业 更重要的是 人民群众才是决定 两岸关系前途的 最主要力量 出席招待会的 乔领、胡小军、吴浩 乔包代表 王坚、胡大江等表示 听了王毅主任的讲话 他们更加深切感到 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的重大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美国华语新闻 我是王鹤 在芝加哥向您问候 祝您健康快乐 再见 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